小子朋友大家好 我是摩托投顧的程序員分析師 捷耀老師 今天台北股市又是一個重挫大跌的行情 大家可以發現外資的 持續的在做一個賣差的動作 眼前這個行情如何來看待 你現在在擔心整個台北股市 是不是又走空頭了呢 眼前這一邊切記 捷耀老師已經在節目上 不斷的跟大家來強調 你的關鍵都是在中小型股的族群輪動 我們早就已經在節目上 不斷跟大家來解析 從OTC貴買指數去對比大盤 你可以看到提早大盤見低點 提早大盤攻上季線 整理格局維持在季線之上 強於大盤OTC貴買指數 它已經告訴你市場資金的流向了 跟著我們一起來操作 不管大盤的漲跌 眼前這一邊切記 下一檔籌碼優勢的股票 是業績題材兼具的股票 務必跟上我們賺錢的機會哦 好的台北股市今天又走弱了 那我相信整個行情哦 你如果從大盤的角度來看 真的是沿著地線這一邊往下來做盤整哦 那相對弱勢的表現 怎麼來看待 我們已經不斷的跟他來強調了哦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哦 悲觀的人 如果你在這個時間點 你總會看到重重的困難 明明機會就在OTC貴買指數 可是你看著大盤 你會覺得隨時隨地 好像就會來到大盤的那個新低點 那樂觀的人你用正確的態度 明明資金的流向都已經在OTC貴買指數 族群的輪動他跟大盤是沒有關聯的 所以在這個看似困難的行情裡面 反而你把這個重點掌握住 機會就在你面前 好的那藉由這個機會哦 也要跟大家來提醒哦 我們在9月初的時候 其實有跟大家去聊到了哦 那如果說以現在大盤去對比 那個OTC貴買指數哦 我們這邊跟大家去強調 現在你要對於下一步的行情做什麼樣的看待哦 那其實我們在當時有跟大家聊到 2018年到2019年的那一段期間哦 那台北股市也曾經的哦 歷經過一段的哦 空方的走勢 然後整個在出現反彈 沿著季線過不了 後面來講的話哦 算是比較弱勢力點的盤整哦 但是相同的那個時間點哦 OTC貴買指數 確實在那個時候哦 是從哦一段的空方趨勢哦 破底翻漲之後領先大盤 先過了季線扣底值 接下來重點就在這裡哦 因為我們其實在9月初 已經跟大家先去聊到一個概念哦 眼前這一邊在OTC貴買指數的表現哦 我們要有心理準備 他非常有機會 像2018到2019那一段的時間來講 在季線扣底這一邊來做一個盤整 慢慢的醞釀打底 反而哦在這個過程強於大盤的表現 會讓許多的個股 他其實是活潑亂跳的 所以你務必要知道 眼前你看著大盤的漲跌 來操作股票是賺不到錢的 因為你會覺得压力重重 包含了就是說整個下跌的過程 你總是會看到那個跌幅 你就會害怕 現在的你要找的是 群輪動 籌碼優勢的股票 你應該是在行情下跌的時候 來做積極的介入哦 好那我相信就是說 OTC貴買指數 我們特別跟大家聊到了 然後那個整體在那個7月7號 早就已經見低點了 那個時候是提早大盤 將近一個禮拜的時間 因為大盤是7月12號見低點嘛 那所以你現在的行情哦 明明OTC貴買指數都已經 提早大盤 供過季線 而且是不斷的 超過一個月的時間 在記憲扣體上來做一個強勢整理了 所以務必要知道這個接下來 已經告訴你哦 你如果看著大盤來操作股票 你現在來講的話會完完全全的失真 你以為這邊會是空頭 可是你會發現 確實有不斷不斷的中小型股 或者是一些族群輪動的個股 往上去創新高 好那這邊我希望 就好是Lite你也要好好的去利用 畢竟我們這邊已經特別跟他去聊到了 整個法蘭人資金換手 說真的已經在8月5號就已經脫離空方趨勢了 在整個大格局已經脫離空方趨勢的情況下 你如果還看著大盤的下跌 然後就是想著空頭 這一邊你真的會錯過很多賺錢的機會 好那就好是Lite這裡 我相信我們已經特別的跟他聊到 其實在前天就已經分享了 在應對美國股市事務日之前 你對於行情應該怎麼來看待 禮拜五的晚上 他就是美國股市的事務日了 事務日之後 你應該怎麼去掌握住 應對行情的三大重點 畫面這一邊小小鼠 GORICH55688 小小鼠GORICH55688 我希望所有中式觀眾朋友都可以知道 整個在事務日 他過往的習性 你事先掌握 事務日今天晚上過後 下個禮拜一開始你必須用什麼樣的角度 來去看待整個行情的趨勢 有一些的習性 其實你只要掌握好 那眼前這一邊 其實事務日之前的一個禮拜 他都是在國際資金換倉的過程 去年的現在是如此 前年的現在也是如此 全數的都是在整個 事務日 國際資金在換倉那個階段 行情暴漲暴跌 暴漲暴跌過後 其實你會發現 回歸去看日線圖 大盤 不過是原地踏步的走勢而已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既然事務日在今天晚上就要做結算了 下個禮拜一開始的行情 你要用什麼角度來看待 那個三大要點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在Lite這邊來做鎖取 你只要加入Lite然後留言給我 我會把三大要點直接免費的回傳給你 這是一個小小的觀念 那我希望就是說所有忠實的觀眾朋友 你都可以掌握到 眼前這裡我相信我們過去的週報影片 其實就已經跟大家去聊到了 整個台北股市的法人資金換手 其實你只要從5月對應到6月一直到8月 其實8月5號資金換手最新的位置 他早就已經中斷了6月份 連續空方換手的那個排列 所以其實Duck局早在8月5號就已經確認 脫離空方趨勢了 那我相信在我們的週報影片裡面 也跟大家去聊到 因為7月份我們已經不斷不斷提醒 那當然也是主要國安基金的進場 那我們會把資金換手 把它脫離空方趨勢 這一個當作是一個很大的觀察重點 8月5號真的發生之後 整個其實最近一根的資金換手 就在8月31號 所以以大家整個來看 其實最近的資金換手的排列 並非向6月份那個連續向下 所以你再去看9月份整個行情以來 其實說穿上個禮拜三是整個行情 前一次在重挫跳風重挫的時候 大家市場上第一次覺得恐慌的那個時間 可是你經過一個禮拜的洗禮 你會發現包含了今天禮拜五 今天禮拜五今天還是下跌對不對 可是我們直接來看 今天收盤的位置還在上個禮拜三之上 所以我們才會一直聊到就是說 除了法人資金換手 我們才會跟大家去強調 OTC貴買指數 你只要拉出來對比大盤 你會知道很明顯的方向資金 它就全部集中在這裡 你看著大盤 你會完完全全的搞不懂 為什麼你覺得是空投市場了 怎麼會有股票一直在創新高 特別留意這個就是一個股市行情判斷一個小小的細節 我希望所有願意鎖定我的忠實觀眾們都可以掌握到 好那針對J老師的YouTube頻道 我也希望大家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做好做滿 我們下一回會針對籌碼優勢的個股 再跟大家來做分享 而且具備軋空走勢的四大條件 我們也會持續的在周報影片來做教學 包含了加入我們的Lite 小小鼠GORICH55688 小小鼠GORICH55688 任何第一手的資訊 你絕對都可以掌握到哦 好的在整個行情走到這個地方 我們也要跟大家來做提醒 因為畢竟行情在大盤破底的過程 我們就已經跟他聊到 財富的關鍵永遠是在籌碼 不是在大盤的低點在哪裡 我相信當時候7月12號節目的標題 我們已經直接告訴大家 那個時候大盤的破底 最大的兇手不是外資 你到8月底的時候 新聞媒體他才告訴你 其實7月份殺最兇 賣最兇的 賣超的金額比外資還多了 他叫壽險基金 所以當時候我們已經告訴大家 你如果可以把大盤的漲跌撇開 不用去計算大盤的低點在哪裡 其實當時候已經有很多的股票 早就已經提早大盤一個月見低點 甚至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早就已經見低點 好我相信畫面上這一邊 大學光跟胡連 是很多忠實觀眾朋友 在那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天天在節目上 看到劉老師所去聊到的 一個重點的個股 那現在而言 我希望行情在這裡 你只要專注的把時間放在 市場資金集中的三大方向 中低基期法人索馬 跟籌碼軋空優勢的股票 你只要花時間在他們身上就好了 大盤的漲跌 切記眼前這一邊 我們已經不斷的聊到了 一直到年底之前 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區間盤整的格局 盤整的大盤 它所代表的是個股的輪動 個股創新高 強於大盤的那個階段 好那我相信就是說 只要你把整個操作的習性做一個調整 很多時候不是看到股票漲起來才要去買它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我們最近的節目上 我分享給大家的重買優勢股 尤其是盤前分析所點名的焦點股 這一檔的加者 我相信最近來講的話 其實能夠連著年限扣底值來打底 後續在這種大盤動盪的過程 往上去創新高的股票 比比皆是 那你只要在這個時間點 從這些股票的身上 去找到一個介入的機會 其實行情在這一邊是有賺錢機會的 那當然我相信就是說 今天那種重挫的盤 昨天我們跟大家來公開 逢低來做一個低階的加者 今天來講的話 不過只是一個震盪整理的過程 但是你如果看到一檔股票創新高了 才要去買它的話 哇那你看到創新高去買 然後拉起來去買它 然後那個大盤又開始動盪了 你不就會在那個下跌的過程 然後再想著 我這一邊到底要該怎麼辦 很多時候賺錢的機會 那在那一面之間 你只要願意的 事先的掌握住籌碼優勢的股票 很多時候我們在 對於股票的一個分析 包含的籌碼優勢 是這直接在盤前的分析的內容 放送給大家的 所以你在每天早上 在我的Lite小數GORICH55688 小數GORICH55688 這一個LiteID的內容 你把那個連結點進去 你都可以看得到 這些股票 我們都是提早的 去找到它的優勢 到底在哪裡 甚至籌碼面這一邊 能夠帶動股價 隨時隨地準備工錢高的一個機會 我們都是事先來做提醒的 只要你願意在行情下跌的過程 把這些股票事先的準備好 行情重挫 大盤開低 很多時候那個絕對是你 一個絕佳的買點機會 那切記 在這一個時間點 大盤是動盪的 大家都已經知道 大盤不會表現的太好 所以你對於股票操作 務必掌握到 不要看到漲起來才要去買 不要看到漲停板 你就覺得 那檔股票非買不可 好不好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 好那我先進行加澤逢低來介入 就是前天大盤下挫的過程 如果這樣的操作 你願意一起跟進我們來做執行 切記 務必的要鎖定 我們下一檔 充滿優勢的股票 因為接下來 8月營收創下史上最強的紀錄 早就已經是公開的新聞了 接下來只會有一檔 接一檔的充滿優勢的股票 大盤動盪的過程 表態的呈現在大家面前 所以務必的跟上這個 可以逢低來做承接的機會 我相信不是只有加著一檔股票 昨天我們所聊到的核大 這個從7月中旬的週刊影片 就已經提醒大家 其實大盤在破底的時候 外資在賣超的時候 其實他的資金是同時鎖定 像核大這樣子具備題材 具備業績 我相信現在大家都已經知道 核大他的股價之所以可以創新高 是在於整個產品的調漲 那產品的調漲 你是到9月才看到新聞了 可是7月中旬的時候 外資早就已經慢慢去索碼他了 所以眼前這一邊 你務必要懂得 籌碼優勢的股票 你是可以事先的去掌握到的 只要你願意在大盤下跌的過程 花時間在個股的表現上 花時間在個股的籌碼上 而不是在大盤的漲跌 其實賺錢的機會 都在你面前 只要我們在節目上所教學的 你選擇的股票是可以在年限扣底值 和平台整理來做打底的 行情在這一邊下跌又如何 因為下跌的過程 他反而可以去讓你看到 哪些股票 他是在打底 打底的股票 事先的會讓你看到籌碼的優勢 這個一直以來是我們在Lite 在節目上 跟大家來提醒的重點跟觀念 好啦 這一檔2497的儀利店也是如此 我們其實在9月份 盤前天天的點名送給大家 他在基本面有什麼樣的優勢 籌碼面有什麼樣的理由 足底走揚之後 帶出軋空延伸 其實我們早就已經寫了一清二楚了 那我相信就是說 大家 你如果能夠在行情動盪的過程 在下跌的時候 去觀察這些股票的買點 行情在這裡賺錢的機會 一直都在你面前 相信我看我的節目的朋友 都會知道我早就已經提醒了 利利店不應該買在九字頭 你買在九字頭來講 大盤動盪回跌的時候 那你這一檔的儀利店 你就被逼的 要去賣在七字頭 明明七字頭是年限扣底值的位置 是絕佳的買點 可是你因為操作的習慣 去追高 然後後面來講 反而是逼著被賣在 絕佳買點的七字頭 那我相信 整個在年限扣底值 包含的籌碼優勢 我們早就已經解析過了 一檔的股票 你永遠都是在低階的過程 才能看著他創新高 事先的掌握他籌碼的優勢 眼前這一邊大盤的漲跌又如何 切記 這個時間點絕對不是你應該浪費時間 去看大盤下跌 或者是過度去解讀外資賣超 你反而要聰明一點知道外資表面上賣超 但是他的資金偷偷去索碼哪些股票 操作邏輯跟選股的條件都一樣 3454的金銳 我們也是9月份 就已經在盤前分析天天的來提醒大家了 他的基本面到底有什麼樣的優勢 什麼樣的理由 包含了技術面 籌碼面 右空軋空的走勢 我們早就已經寫得非常清楚了 現在你回頭來看大盤動盪的過程 他的股價壓抑了 你就會發現為什麼 其實在前兩天的節目就問過大家了 金銳銳明你可以買在100塊左右 100塊附近那個平台整理的過程 可是你偏偏要看到他創新高 買在150塊的 那你買在150塊 這最近這兩天昨天跟今天 我相信你內心又非常的恐慌了 切記唯一只有你在買股票的過程 能不能事先掌握到優勢 能不能讓自己擺脫追高殺低的那個循環 才是一個關鍵 否則再好的股票 再有優勢的股票到你身上 其實你都很容易錯過 那個原本應該賺到的錢 我們經常在節目上跟他來聊到 機會永遠留給準備好的人 最好這節目我這一路上下來 也跟他都聊到 什麼叫符合常理的操作 一檔的股票你沒有逢高來做賣出 如何會有資金去買到下一檔 在底霧區甚至中高價 能夠創新高的股票 這一檔的中壘 我們在8月11號在節目上公開賣出 雖然不是最高點 但是106塊 像回頭來看 確實是一個不錯的價格 因為他的高點這個波段 A是在107塊半 而且是我們8月11號賣出的隔天 這一檔股票 我們的持股會員最高要掌握到43.3%的獲利 那這一檔的股票中興店 我們也是在節目上公開的 讓大家知道我們的持股賣出賣在66塊 當時候來講的話賣在66塊一大早 然後雖然這一檔的股票一直到現在 那個股價還不弱還不弱 但是就現在看起來來講 那個賣出的時機也不會太差 那因為我們收回資金 為的就是下一檔的股票 否則沒有後續可以就是說有資金 可以去買那一些往上供創新高的股票 包含了像嘉哲700多塊的股票 那一定是要有資金先收回才能夠進場的 那這一檔的中興店 8月16號我們其實 持股會員最高已經掌握到41.9%的獲利了 好那另外大學光 這一檔的股票我必須要提為什麼 因為早在7月份行情破跌那個過程 我們就已經不斷不斷的在節目上 聊到這一檔股票超過兩個月的時間了 因為這一檔股票 我們跟胡連一樣 胡連我們最近還表現得蠻強勢的 當時候他跟大學光兩檔股票 是我在節目上做那個分享的主軸 兩檔股票他的低點都是在4月底 那大學光他的低點4月25 他其實比大盤提早兩個多月見低點 大盤還在破底的過程 其實他的股價就已經一路往上攻了 當時我已經在節目上不斷的提醒大家 你看了大盤去猜低點 永永遠遠你只會錯過一檔接一檔 這個在4月底或是5月初去做落底的股票 那我相信整個行情在這裡 回歸大學光跟胡連 你會發現這兩檔的股票 我前面講了為什麼那麼久 回頭來看他到昨天還是創新高 你會發現整個行情這兩檔股票 他所告訴你是什麼 整個大盤在破底的過程 其實像這樣的股票 4月底就已經見低點 5月初就已經見低點 甚至6月份比大盤提早見低點 7月份比大盤提早一個禮拜見低點的股票 比比皆是 所以在眼前這個時間點 你如果跟前面那一段時間一樣 看著大盤猜低點 然後晚上自己盯著美國股市 然後不睡覺 然後一直期待 趕快美國股市暴跌暴跌暴跌 你反而不會去看到這一些 提早比大盤先落底 甚至比大盤打底 往上攻去創新高的股票了 個股輪動表現的行情 你務必不能在這個時間點 再被大盤給耽誤到 好那當然呢 也不是每一檔股票 我們都賣的是很漂亮 因為整個大家如果說 有鎖定我的節目都知道 其實教老師也都跟他聊到 這一檔M31 那個一直到9月份還有400塊 那整個我們在8月31號 就已經把352塊這一邊就已經賣掉了 第一根突破在那個年限扣底值的藏紅棒 那個創新高的藏紅棒 教老師其實就已經帶會把他賣掉了 那我們其實也強調了 那個三層的獲利完之後 我們收回資金 貴的就是要下一檔新股票的卡位 籌碼優勢的股票 現在盤面上比比皆是 你唯一只有一檔接一檔的 逢高來做獲利 收回資金 然後選擇在大盤動盪的過程 平台整理 逢低下去做卡位 複製這樣子的操作 一檔接一檔 你才可以在這一個大盤動盪的過程 去累積你的操作獲利 那我相信都說高利這一檔股票 是我們在9月份第一檔 那個全數獲利賣出的股票 當時候我們在節目上 9月2號都已經直接公開了 123塊本來就是我們鎖定獲利的目標價 現在回頭來看 這雖然高利 那個今天還相對的抗跌 但是整體而言你會發現 我們賣在123塊 在這個波段看下來 也算是一個蠻不錯的價格 掌握出六成的獲利了 我相信收回了資金 來鎖定新的股票 這樣的操作絕對是合理的 你如果說在眼前這個行情 你要一檔接一檔 一檔都是一倍兩倍 真的太誇張了 所以符合長野的操作 是我在這一邊跟大家來強調的 也是大家你這一邊 可以在行情裡面真正掌握到的 最後這一檔的精心科 我相信也跟他聊了一段時間了 我們在8月份8月初的時候 節目上聊的時候 他其實這一檔股票還在平台整理區 這檔股票 當然你可以從他平台整理 看到一路的往上走 然後創新高 我們在9月份第一根的漲停板 408塊那一天開始做第一波的賣出 先來講的話 還有最後的持股部位 我相信目標價一到 我們就是要把他持股出清 收賠資金 我們就是要部署下一檔 具備籌碼優勢 甚至業績題材兼具的個股 眼前的行情在這一邊 我知道很多的投資朋友 都受到國際行情的動盪影響 對於股市的行情信心度不是很夠 但是唯一只有眼前在這一邊 許多人都會害怕的時間點 你好好的將時間放在籌碼優勢的股票 才能夠創造接下來一個月兩個月 行情在反彈的過程 你手中有持股可以逢高來獲利賣出 就像我們7月份8月份一直到9月份以來 不斷在節目上跟大家聊到的這些重點 下一檔籌碼具備優勢的股票 切記居老師已經聊到 它是業績題材兼具的一個個股 我們已經準備鎖定一檔接一檔的逢低來進場 務必的跟上我們賺錢的機會 最後節目在這一邊也祝福大家 週末愉快 我們下週見囉 老師朋友喜歡菊老師的節目嗎 如果對你有幫助歡迎大家 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加入菊老師的LINE的粉絲團 小老鼠購運55688 小老鼠GORSH55688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